虽然放弃了移动小艇的希望,可我想去大陆的愿望,不但没有因为无法实现而减退,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 最后,我又想,即使没有工具,没有人手,是不是可以用大树的树身做一个热带土人做的那种独木舟呢? 我觉得这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 这样一想,我顿时非常高兴。 我觉得,与任何黑人或印第安人相比,我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却完全没考虑到,比起印第安人来,我也有一些特别不利的条件。 就是独木舟做成以后,没有人帮我把它弄下水去。 我的这个困难,与印第安人的缺乏工具相比,更难以克服。 即使我能在树林里找到一棵大树,费很大的劲把它砍倒,用工具把它砍成小粥形状,再把里面烧空或凿空做成一只小船。 完成了这些工具,却无法使它下水,不得不把它摆在原来的地方,那又有什么用呢? 很显然,只要我坐小船的时候,稍稍考虑一下自己的近况,就会立刻想到下水的问题。 可是,我一门心思想坐着小船去航海,忽视了怎么使它离开陆地的问题。 而实际上,就船只的性能来说,让它在海中走45海里,比让它在陆地上移动45英尺飘到水里去,要容易得多。 我就像一个没有头脑的傻瓜一样,开始进行造船工作。 我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再也不去研究它是否可行。 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过让船下水的困难,不过,我总是用这种愚蠢的答案来消除自己的怀疑。 先做成了再说,做成之后,一定会想出办法解决它的。 这是最荒唐的,但是我已经着了谜,便不顾一切地去工作。 我砍倒了一棵山树。 我相信,所罗门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时,也没用过这么大的木料。 它根部的直径是五英尺十英寸,在二十二英尺的末端,直径是四英尺十一英寸。 然后,慢慢细下去,分出一些枝呀。 我干了好长时间,才把这棵树砍倒。 花了二十二天,才砍断根部。 又花了十四天,付出了难以描述的劳动,才用大小斧子把树枝和那四面张开的巨大树顶砍下来。 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它刮得初具规模,像个船底的形状,可以浮在水里。 挖空它的内部,使它完全像一只小船,又花了将近三个月。 我坐船的时候,并没有用火烧,只是用锤子和凿子一点一点的凿, 直到把它造成一个很像样的独木舟。 这船大的,可以容纳二十六个人,因此可以把我和所有的东西装进去。 完成了这项工程,我非常满意。 这只小船,实在比我见到过的任何用整树做成的独木舟都大得多。 不用说,这花了很大的代价。 如果能把它弄下水去,毫无疑问,我就可以开始进行世界上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航行了。 但是,所有使它下水的计划都失败了。 虽然这些计划费了我许多劳动,它所在的地方,里水至多不过一百码左右。 可是,第一个障碍就是,从那里到河边是个上坡。 为了清除这个障碍,我决定把地面铲成一个下坡。 我离开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为了摆脱劫难,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时候,谁又在乎这些苦头呢? 不料,完成了这项工程,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我的情形依然如故。 因为,我根本没法挪动这只独木舟,正像我没法移动那只小艇一样。 既然无法使独木舟下水,我便决定开凿一个船物,或是一个运河,把水引到船下来。 于是,我又动手干这个工作。 可是,当我着手这个工作,计算了一下应该挖多深、多宽,以及怎么把挖出来的泥土运走的时候,我竟发现,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至少要干十年或十二年,因为河岸太高,从顶上算起至少有二十英尺。 虽然非常不甘心,我也只好放弃这个计划。 这件事使我非常难过,我现在才明白,虽然已经完了。 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不预先计算一下需要花多少代价, 不预先对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正确的估计,真是太愚蠢了。 进行这项工作期间,我结束了上岛的第四年,我仍以虔诚和欣慰的心情度过了我的纪念日。 由于经常认真研究和实践上帝的语言,又由于上帝的恩惠, 我的认诚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我对事物的看法也完全两样了。 我现在已经把世界看成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与它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它也没什么期望,没什么要求了。 总之,我和它实在没任何联系,而且以后也不见得会发生任何联系。 因此,我对它的看法,大约就和我们将来离开人世后对它的看法差不多, 把它看作一个曾经居住过,但是已经离开了的地方。 我真的可以用亚伯拉罕对财主们说的那句话,对世界说, 你我之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 我在这里远离了人世间的一切罪恶,没有肉欲,没有嫉妒,也没有人生的虚荣, 我别无所求,因为我所有的一切已经够我享用了。 我是这块领地的领主,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帝, 没有任何竞争者来和我争夺主权或领导权。 我可以生产整船的谷物,可是我用不着那么多,我只要够吃就行了。 我有很多海贵,可是我只能偶尔吃一两个。 我有建造一个船队的充足的木材,我有足够的葡萄,可以制酒,制葡萄干。 等那船队造好之后,把每只船都装满。 但是,我要用的只是对我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我已经够吃够用,还贪什么别的呢? 如果达斯太多业务,自己吃不了就得让狗或爬虫吃。 如果种太多粮食,自己吃不了就得让它腐烂。 我砍倒的树木现在都躺在地上腐烂。 除了当柴火,烹煮食物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总之,事理和经验已经使我明白。 平心而论,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我们来说,除了拿来使用,没有别的好处。 任何东西,积攒多了,最好送给别人。 我们能够享用的,至多不过是我们使用的那一部分。 即使是世界上最贪婪,最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到了我这种地步,也会把贪心病治好的。 因为我现在有无穷的财富,可不知道怎么去支配。 除了少数我缺乏的东西,我已经没有贪欲。 这些东西虽然对我有用,然而都是微不足道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有一包钱币,有金的,银的,大约值三十六英镑。 可是,这些倒霉的,无用的东西,至今还放在那儿,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我常常想,我情愿用一大把钱换一只烟斗,或者一个磨骨子的手磨。 不但如此,我甚至情愿用所有这些钱去换只值六个便室的英国萝卜和胡萝卜的种子,或是换一把豆子或一瓶墨水。 可是现在,我却从它们那里得不到一点便利或好处。 由于雨季,动力潮湿,这些钱币放在一个抽屉里,已经发霉了。 现在,就算我的抽屉里堆满了钻石,情况也是一样。 对我来说,还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用。 现在,我的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大有改善。 我身心健康,无忧无虑。 我经常满怀感激坐下来吃饭,感佩上帝的人意之举,因为它在荒野中赐我以丰富的饮食。 我已经懂得多注意处境中光明的一面,少注意它黑暗的一面。 多想我所享受的,少想我所缺乏的。 这种态度,有时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在这里,我写这些,就是希望那些不知足的人注意到,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上帝赐给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在盼望、贪求他们不可能得到的。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足,都是由于对已经得到的东西缺乏感激之心。 还有一种想法,对我也很有用,并且,毫无疑问,对任何面临我这种灾难的人,同样有用。 那就是,拿我目前的情况,跟我当初预料的情况相比,或者不如说,跟我必然要碰到的情况相比。 如果上帝不是那么神奇地做了安排,将大船冲到更靠近岸边,让我不仅能接近它,而且还能把上面许多东西搬到岸上来,使我得到救济、安慰的话,我就没有干活的工具、自卫的武器、猎取食物的弹药。 我有时,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从船上取下一点东西来,那我怎么办呢? 如果那样的话,除了海龟外,我找不到任何食物,而海龟又是过了很久才找到的,我一定早就饿死了。 就算没有饿死,也一定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即使有办法打死山羊或飞鸟,也没法把它们开膛破肚,剥皮切块,只好像野兽一样用牙齿咬,用爪子撕了。 这种想法,使我深深地感到造物主对我的仁慈,使我对眼下困苦、不堪、悲惨、不幸的处境满怀感激。 但愿那些在困苦中常爱说,有谁像我这样苦啊? 这些人能够看到这段文字,好让他们想想,有些人的处境不知比他们要坏多少, 并且,如果造物主故意捉弄他们,他们的境况还要遭多少。 此外,还有一种想法,也是我深感欣慰,满怀希望,那就是把我的现状和我从造物主手里应该得到的报应相比较。 我过去的生活,真是一种对上帝完全缺乏认识和敬畏的可怕生活。 我父母曾经让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最初并不是没有努力把敬畏上帝的宗教思想灌输给我, 教导我明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生活方向。 但是,哎,我过早地从事海上生活,过这种生活的人是最不敬畏上帝的,虽然时常有千万种恐怖出现在他们面前, 由于很早就从事海上生活,跟水手们打交道,我的那点宗教观念,不久便由于他们的嘲弄,由于习惯于各种危险,视死如归,由于长期没有同好人往来,没有听到有益处的话,完全从脑子里消失了。